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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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把这个菩菜处理好 我们找一个小锅 好 可以 我们换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肉末的肉香味把它煸炒出来 不需要经过浆制和腌制吗 不需要 把这个肉末把它炒香的同时 把这个鸡蛋 来 帮忙把鸡蛋把它 要几颗 全部打进去 五颗鸡蛋 加一点底味 打匀 我们把这个肉末把它炒熟 也放到这个鸡蛋里面 把这个猪肉里面的这个油 把它炒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香味是特别的浓郁 它炒香的时候 它的油煮出来的时候 它肉末就酥小了很多 把它再倒到这个蛋液当中 蛋液里面 来 可以给里面加一点三分水 也会让这个鸡蛋到时候滑出来 这个口感更加的滑一些 我们还要重新的 把它再放到锅里面 把它煎成蛋饼 这个蛋饼看出来应该是厚厚的 对 这个就不能心急了 一定要把它煎透 锅边给它淋一点油 让它润一下 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翻锅 对 因为鸡蛋还是很吃油的 你看 这样一淋这个锅边油 它立刻就 底下就不粘了 这样一直戳 是为了戳破这个蛋液里面的气孔 对 不然的话它就整个会鼓一个包出来 对 盛起来的口感 它受热也均匀 对 就不扎实了 一面已经定型了 我们要来翻个锅 看看另外一面要煎到什么程度 好 它这样的金黄色了 而且它有鸡蛋的这种焦香味 而且烧的时候它还不容易太散掉 所以按照我们南京人就特别通俗的话说 这样的蛋面要建得老老的 对 对吧 就不能太炫太嫩 对 我们把它煎好之后放在这一个 枕板上倒出来 现在要改刀对不对 把它 切成块 我们把它改好刀之后开火 翻上油之后我们把它谱菜 嗯 放进锅把它炒香 有这个清香味出来了 对 如果说家里面有做好的什么昏汤啊 或者排骨汤啊 直接可以用那个汤去烧它 味道会更加的鲜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自来锅 自来锅 炒得回软了 对吧 我们开始加水 加上水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蛋饼放回去把它 和菩菜一块煮一下 一来呢是炖出这个鸡蛋的鲜美的味道 还有就是它这里面的油汁 要充分的释放出来 因为菩菜里面我们是没有加太多油的 是的 哇这道菜一看就好鲜呢 对吧 那这样炖大家炖多久呢 大概烧开了之后 主要是把这个鸡蛋的鲜味 和这个肉里面的这个香味把它炖开 大概五分钟 对 这个呢我们今天就是菩菜和蛋饼肉末 你如果在家庭当中去做呢 可以放一些木耳啊 对 像这个天的 和虾仁啊 或者和虾啊 让它的味道更加的鲜美 而且更加的复合一点 对 好我们现在烧开 我们开始给它这个调味 调味 胡椒粉 盐巴 还需要加别的吗 不需要 其实菩菜啊 煮了那么时间 它竟没有变老 也没有变老 这个在蔬菜当中 对 还是蛮少见的 是啊 所以说把它做成到灰菜 这个闻起来味道好非常香啊 对 那我们最后给盐油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了 汤汤水水的一个菜 厚厚的蛋饼 嫩嫩的菩菜 哇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好了 嗯 我要先来尝一口这个蛋饼 因为这个蛋饼刚才 我看它在锅里孤独 我已经觉得它诱惑我很久了 嗯 口感非常的利 而且非常扎实 吃上去有蛋的口感 但蛋糕是甜的 这个是咸的 这其实让我们家常做法 也叫鸡蛋糕嘛 对吧 嗯 好鲜 鸡蛋里融合了猪肉的馅 来尝一下 鸡菜 鸡菜非常清爽 脆嫩 而且融合了猪肉和鸡蛋的鲜香味在里面 所以说鸡蛋里面呢我们先肉末 嗯 它是菩萨呢素食轻微的素菜 对 鸡蛋呢它没有油脂 所以说我们要点油脂 你怕它太寡了 对 其实如果我在家做的话 我可能找不到里面要加成肉 我每次就是接菩萨炒鸡蛋 再就出一个 哎太寡了 而且特别家常 对吧 再来一口 哎好吃了 真的我们要吃印记的蔬菜 真的现在这个味道太鲜美了 我们要知道菩萨烩蛋饼如何把它做好呢 制作鲜嫩可口的菩萨烩蛋饼 第一步 剥掉菩萨老皮 改刀成段 鸡蛋打散 加盐拌匀 第二步 煎至肉末蛋饼 先将肉末煸香 倒入蛋液中 砸生粉水拌匀 入锅煎至两面金黄 煎蛋饼时可以领点锅边油 便于蛋饼翻面和定型 出锅后切成块 第三步 将菩萨炒香 回软时倒入水 加入蛋饼一起灰制 烧开后加白胡椒粉 盐调味 最后再领点麻油 就可以出锅了 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